1854年,一位成功的美国富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,铺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。 第一次失败,募资,改进。 第二次失败,募资,改进。 第三次失败,募资,改进。 第四次失败,募资,改进。 千辛万苦铺设的电缆成为废铁,巨额投资打了水漂,它成了人们眼中孤名钓鱼的骗子。 但质疑和谩骂没能阻止梦想的脚步,最终它花费了12年的时间,完成连接两个世界的壮举。 这个人就是塞勒斯·菲尔德。 1884年,一个普通的电力工程师,提出交流电可以作为商业用电广泛应用的构想。 当他带着交流电之梦,找到科学界权威爱迪生时,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压和嘲笑。 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研究毫无意义。 然而,在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上,这位不被看好的年轻人用交流电点亮了全场,证明了交流电的安全性和可靠性。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斯·特斯拉。 2001年,一个年轻的天才富豪,试图通过发射四人建造火箭,向世界讲述他移民火星的梦想。 他把全部身家投入到这个梦想中。 可当前三次火箭发射相继失败后,他的公司濒临倒闭。 他成了公众口中兜售虚假希望的疯子。 但正是这个人们口中的疯子,在2008年9月28日,将世界上第一枚私人建造的火箭《猎鹰一号》成功送入了太空轨道。 创造了现代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奇迹。 这个人就是埃隆·马斯克。 没有一个伟大梦想的实现,不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历练。 没有一个为社会创造重大价值的壮举,不曾经历过百折不倒的坚持。 今天,让所有威之人也以为好的,不是一项项技术专利,不是一串串销售数字。 不是一次次成功出海,而是我们不断勇敢地奔跑在行业前沿。 在拼搏与反思中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坚决。 走在梦想的路上,跌倒又怎样? 那些连夜敲出的代码,天未亮就迈出的脚步。 一次又一次倒时差的飞行,记录了我们永不服输的倔强。 现在的位置,也许还不是最好的位置,但威之人将在奔跑中奋力竹梦,打开一个崭新的未来。 像天跑,迎着冷夜和朝鲜, 向明的过过不理地不难怎能感到, 命运到无法让我们回地球绕, 就算心事发满了怀抱。 继续飘,带着赤字的骄傲。 生命的山遥不坚持,到底怎能看到? 明天快乐,能够请开灵灯。 一波盖主——带着一波球绕, 赞 alluded to equalandelion, 一波핑灰现了困惑。 和自己的梦想 Soul卡录了心中的美好。 不妥协直到变了